COSMUS生態系的NFT用力 接下來將有威俊鴻為我們帶來COSMUS生態系的NFT用力 歡迎大家可以開啟HeadMD來做線上共比喻討論 也可以在聊天室裡面參與討論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威俊鴻的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威俊 很高興可以在這個場合為大家做一個分享 前幾個月NFT突然變成一個很熱門的關鍵字 我們可能可以從新聞媒體上面聽說 某某書類藝術家或者某某藝人 他所發行的NFT賣了幾十萬或幾百萬天文數字 對NFT有所了解的人可能會知道說 它是駐發鏈技術的一個應用 除此之外 又可能會知道說 NFT通常是用以太幣去計價或者買賣的 但實際上 NFT的交易不必然只能發生在以太坊網路上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以太坊的另外一個選擇 COSMUS生態系 我會為大家介紹COSMUS生態系中的NFT用力 那什麼是NFT呢 NFT這個東西它是發生在區塊鏈上的 我會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接著 區塊鏈這個概念就是大家可能聽說過的 像是比特幣或者是以太坊這些東西 那COSMUS是與它們有點類似但又不太一樣的區塊鏈 我會提出一些相同或相異的地方給大家做個介紹 最後我會介紹一些COSMUS中 以跟NFT相關的這個例子給大家做參考 NFT它的全名就是 它的中文是非同質化代幣 要了解NFT這個概念可以先從它的反面 同質化代幣去著手 同質化代幣其實是一個生活中廣泛被接收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像是貨幣或者黃金 假如說你有1000塊或1000塊 兩張1000塊的鈔票 它們可以購買的東西是相同的 它們購買力是相當的 所以在廣義上來講 它們是彼此相同 而且可以互相替代的 那麼這個1000塊的鈔票 它也可以再分割成更小的單元 像是10張100塊的鈔票 或者是1000個1塊銅板 那在區塊鏈裡面這個概念就可以被 被想成是比特幣或者以太幣這些加密貨幣 那以上就是同質化代幣的概念 而NFT非同質化代幣 就是在上述的概念是相反的存在 比方說一幅畫作或者是一尊雕像 或者是一棟房產一張證書 這些東西它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存在是 獨一無二的 你很難或者是幾乎找不到任何 可以去跟它們互相替代的一個東西 而且它們也是沒有辦法再被分割成更小的單元的 那在區塊鏈裡面 它們的存在就可以很好的代表 像是數位藝術品或者是數位收藏品之類的東西 這邊是NFT歷史上一些比較知名的大紀錄式 可能也是大家有聽過的一些案例 下面這些小貓它們叫做CryptoKitties 中文叫迷戀貓 它是一款在以太坊上面養寵物貓的線上遊戲 那也是這個遊戲它的存在 讓NFT這個概念一炮而紅 這個遊戲裡面的每一隻小貓 它們的樣式都是獨一無二的 你可以用以太坊去購買養貓所需要的飼料 也可以讓小貓之間去配種 生出新的獨一無二的小貓 那小貓也可以在玩家之間用以太坊去交易 而這個CryptoKitties這個迷戀貓的CTO 它正式提出ERC721標準的人 ERC721是以太坊第721號協定的意思 正式這個協定讓以太坊上面可以出現 各式各樣不同的NFT被鑄造或是被創作出來 比方說Twitter的創辦人他在今年3月 他把自己在Twitter上面的第一則推文 設定成一個NFT 然後用291萬美金的價格去拍賣出去 同樣也是今年3月 有兩位CryptoPunks的創作者 他們利用演算法去產生1萬個點證圖頭像 那這個點證圖頭像每一個的膚色啊 髮型啊或者是配件都是獨一無二的 他們把9個一組的這個頭像 其中這9個一組的頭像 去用1700萬美金左右的價格給拍賣出去 那麼為什麼這些看起來像是虛擬的遊戲角色 或者是Twitter連結 或者是點證圖頭像 他們可以被這樣子去交易呢 我們想要關注說 是什麼樣的機制 可以確保這些虛擬書的交易的有效性 尤其是這個金額是成千上萬美元的這個計價的時候 其實NFT它跟加密貨幣相比 它只是格式不同 但交易的運作原理是相同的 每一筆的NFT交易 它都會被廣播到它所屬的區塊鏈網路上 寫入每個人的分散式帳本裡面 那任何人都可以對它做驗證 去證明說NFT持有者 它確實擁有這個NFT 而且這個NFT過去的交易歷史都會被寫進去 沒有辦法被篡改 因為NFT它具有這樣獨一無二 而且不會被篡改的性質 所以它可以有很廣泛的應用 除了像是常見的數位藝術品 數位收藏品之外 還有像CryptoKitties這種 線上遊戲的角色、遊戲道具 那NBA他們在前陣子也推出了 NBA Top Shot這個運動賽事的精彩回顧 另外像是數位履歷 或者是紅酒的數位履歷 它也可以被做一個NFT 那除此之外還有演唱會門票 或者是活動通行證 這些東西也都可以被製作成NFT 但目前不同類型的NFT之間 它們的互動性還沒有很高 各種NFT它只存在各自的應用裡面 像是CryptoKitties 它離開它的遊戲之後 就沒有其他特別的用途了 雖然說曾經有像KittyBattle 或者是KittyFight之類的遊戲 想要讓這些貓咪之間 有一些比較多的互動性 但它們也是Off-Chain 也就是鏈下進行的 因為在以太坊上 要做到On-Chain 就是鏈上交易的成本很昂貴 那這個昂貴的交易成本 限制了很多的可能性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 玩過Minecraft這個遊戲 或者是看過電影 以及玩家 這兩者的共通點都是 它們有一個虛虛人生的虛擬世界 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你有自己的角色 有一些道具 或者是一些工具等等 這邊我想要舉一個比較 天網行動的例子 就是說 假設今天有開發團隊 他們想要做一款區塊鏈的 去中心化的RPG遊戲 那他們想要讓這個遊戲 可以包含其他的NFT進來 並在遊戲裡面 賦予一些不同的功能 比方說讓前面的 Cryptokitties的NFT 加進來可以被作為戰鬥的夥伴 或者是把前面的CryptoPunks的 點證圖加進來 變成人物的頭像 它想要結合各種各樣不同的 虛擬世界的NFT進來 那Cryptokitties和CryptoPunks的團隊 他們可以完全不知道這款遊戲的存在 也沒有關係 可是他們所發現的NFT 可以被這樣跨鏈的交易進來 並且被重新定義成 遊戲的角色 或者是人物的頭像 如此一來 在原本的鏈上 他們只是被作為 收藏品的功能的NFT 在這款遊戲的鏈上 它就會變得有不同的意義跟功能 要能夠安全地做到這件事情 就必須讓區塊鏈之間 能夠進行跨鏈的NFT的交互 並且交易的成本要夠低 那麼誰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呢 Cosmos可以 如果說開發的團隊 他們把秉化的大一點 他們決定把遊戲做得像 一級玩家裡面的虛擬世界一樣 他想要把其他遊戲啊 電影啊 或者是小說的元素 都加到這款區塊鏈 RPG 遊戲裡面 那麼不論是英雄聯盟 或者是Marvel 或者是DC 或者是星際大戰 只要他們的官方出了什麼樣的NFT NFT擁有者要是想要 交易到這款遊戲裡面 我們都給他相對應的人物 或者是道具 或者是超能力 而且他們可以在 不同玩家之間去買賣這些NFT 那麼Cosmos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究竟Cosmos是什麼東西 可以這麼的神通廣大呢 Cosmos它是屬於一種 第三代區塊鏈 第一代區塊鏈就是 大家常聽說的比特幣 那它可以作為去中心化的 金融交易工具 也可以作為價值儲存工具 可是它不是被設計用來做 去中心化的應用開放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有一個第二代區塊鏈 也就是以太坊 它的優點是 它可以自動執行一些智能合約 像是非常著名的ERC20 或者是前面所提到的 NFT所需要的這個ERC721 但它的缺點是 它的交易速度還不夠快 交易手續費還很高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這個初塊時間 從比特幣的每10分鐘一塊 升級到了每15秒一塊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 效能仍然有限 所以它每一秒能夠 能夠去承受這個 Transaction 也就是交易 仍然只有大概15次左右 那這個 交易的限制 使得在交易熱絡的時候 然後手續費可能會 飆升到數十塊美金的這個 這個水平 那數十之外 交易的確認時間 假如說是 要6到12塊的話 也都會需要 將近1分半或者是 到3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這樣的特性使得 以太坊並不適合 讓所有的 所有類型的 去中心化交易 都在以太坊上去 去進行 比方說 我們要進行一筆 100萬的 這個去中心化交易 那 0.5塊到數十塊的 這個交易手續費 可能還是 滿便宜的 但如果今天只要在以太坊上 買賣一款 簡單的東西 像是Line貼圖一樣 那這個手續費就 太 很貴了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是固定的 沒有其他的選擇 關於手續費問題 我們可能可以用 Layer 2 或者是 升級成POS的方法去解決 但是還有其他問題是 沒有辦法改變的 比方說 區塊鏈治理的自主權 以太坊它的發展 可能會以社群的主流 一鍵為主 像是DeFi最近是很熱門的議題 那跟它相關的這個升級 就會比較受重視 而比較冷門的 或者是少數派的意見 它的能見度就不高 而為了讓不同類型的區塊鏈應用 有更好的互通性 或者是自主性 還有可擴展性 所以開始有像COSMOS一樣的 第三代區塊鏈出現 COSMOS是宇宙的意思 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是原子 所以COSMOS將自己的幣 命名叫Auto 這個COSMOS 它不只是一個區塊鏈 它還是一個為不同的區塊鏈 應用去創建的一個生態系統 它利用 我們利用COSMOS所提供的SDK 還有不同的模組 可以讓開發者在很短的時間內 去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 去中心化區塊鏈應用 發行自己的幣種 一公關整的區塊鏈應用 它會包含三個層面 應用層 共識層 還有網路層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建構自己的 區塊鏈應用 透過COSMOS所提供的SDK 就可以很輕鬆地達成 因為它提供了這個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的指令 可以讓你快速地出實化專案 除此之外 它也提供各式各樣的模組 去幫助你很快地實現你想要的功能 那在底下 我們有這個Tandeming引擎 它是一個高容錯高效率的 敗戰停容錯共識引擎 它可以經由ABCI 跟上面的應用程序交互 那當你的狀態改變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廣播狀態 到整個區塊鏈網路上 而且它採用有直壓的權益證明 所以它有很快的交易速度 以及很低的交易成本 讓你的交易可以非常有效率地被達成 那總而言之 COSMOS在應用程 共識程和網路程方面 幾乎都幫你包辦好一些大小細節 讓你可以專注在這個應用的開發 專注在商業邏輯的開發上 不必去擔心說 要如何去達成一個去中心化的共識 以及如何將這個狀態 推播到區塊鏈網路上 如果我們去COSMOS的官網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Slogan是寫著 COSMOS它是區塊鏈的網路 那它就是用不同的 它是一個讓不同的區塊鏈可以互相溝通 互通有無的網路 也就是達到跨鏈的功能 那麼 這個跨鏈它是透過IBC協議去達到一個中繼的效果 在下面這張圖的這個IBC協議裡面 你可以看到外圍有不同的ROM 每個ROM都是各個去中心化應用程式它所屬的平行鏈 也就是說這一塊一塊的每個都是不同的區塊鏈 當這些區塊鏈他們想要做一個跨鏈的交互的時候 就可以藉由中間這個HUB去達成 HUB它是一個專門處理跨鏈交互所需要的中繼鏈 它的原理是這樣的 當我們有一個區塊鏈A 它想要把它的這個A的B去交易到區塊鏈B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在A上面先將這些B給鎖住 接著它用Token的形式去把它傳送給B 那如此一來 B上面就有A的這個B的Token 它就可以在區塊鏈B上面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有了這個Cosmos SDK 還有Tandemic引擎 以及這邊我們所介紹的IBC協議的幫助 已經開始有各式各樣的區中心化應用 在Cosmos的生態系裡面拓展開來 也包含呢跟NFT相關的一些應用 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部分 分別是NFT的開發模組 NFT的標準協定還有NFT的交易市場 那最上面這個Cosmos 這個它所提供的NFT開發模組 它是一個很方便的套件 可以讓你去Fog出去 去客製化你要的新的套件 比方說它這邊就衍生出一個新的module 叫做IrisNet 而你可以在GitHub上面去找到 這兩個NFT的模組去應用 那像右邊那邊 我們就有一個Optick 它是IrisNet的NFT交易市場 而另外也有另外一個CIO 他們就將IrisNet的開發模組 去應用在他們的Crypto.com的NFT交易市場裡面 這個NFT交易市場它的截圖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說已經有不同的NFT在 在Optick跟Crypto.com的NFT交易市場去上架了 那Optick它是一個在今年三月去上架的NFT交易市場 那Crypto.com它是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也推出了NFT的交易功能 而最底下這個Intel NFT 它是一個工作小組 那這個工作小組是由Cosmos的基金會 ICF所支持的社群導向團隊 他們目前也在積極地訂定一個通用的NFT跨鏈協定 它的這個地位就類似於以太方網路中的ERC721協定 那他們也計劃要開發新一代的Cosmos NFT模組 以便讓NFT的概念能夠應用在更多的不同的去中心化應用裡面 那這在未來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最後我想要總結一下在Cosmos上開發NFT應用的一些好處 首先因為Cosmos它使用POS的這個共識機制 所以它的交易成本很低 它可以有很快的交易速度 還有很低的手續費 那他們確認的這個交易確認的速度也是即時的 另外另外每個去中心化應用它都可以開發自己的一個區塊鏈 所以它不必擔心在市場熱絡的時候交易會塞車 或者是手續費會飆高 那因為他們有直直鏈 所以他們在自己方向上可以依照他們各自的社群去做一個自製 最後因為Cosmos它有提供跨區塊鏈的IPC協議 那它作為一個區塊鏈的網路 在未來的應用還有就是潛力上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如果這些東西是讓你對Cosmos感興趣的原因的話 那我非常歡迎就是你在更進一步的了解Cosmos的生態系 我是韋俊 謝謝你的聆聽 謝謝韋俊的分享 那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有問題的話歡迎在HaveMD上討論 下一場的議程將會在11點35分開始 我們會在11點39分開始 R plein R plein RH R